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 我是主持人陆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 是来自东高地青少年科技馆的华为老师 华老师您好 你好 华老师您看平时我们经常会吃到的一道菜就是鸡 所以这个养鸡场现在也是雨后春笋般的 特别特别的多 我还真去过一次 当时有些人参观了一下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捡鸡蛋这个工作 怎么样 好简吗 看起来特别简单 但是就总感觉是小心翼 因为它本身比较容易裂 然后还有养鸡场的味道比较难闻 然后捡鸡蛋可能一天捡几次 然后反正是比较辛苦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鸡舍里收鸡蛋到底是不是如此繁重呢 如华老师所说的那样呢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一探经济 为了实际了解一下养鸡这项工作 今天记者来到了一家养鸡场 换上工作服走进鸡舍 眼前的情景却着实让我们吓了一跳 鸡舍盖地的种鸡 此起彼伏的鸡舍就像是早晨拥挤的菜市场 不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座鸡的王国 远远地记者看到了工人们忙碌的身影 大姐您好 您正忙着呢 这是您的鸡舍吗 是 我看这一栋鸡鸡舍鸡不少吗 五千多只 咱们这一栋鸡舍里边得几座工人 四个 你们平时在里边都忙活着什么呀 就是捡蛋 捡鸡蛋 嗯 然后就是捡点料 啊 捡料 嗯 那您这一天你觉得最累的最忙的是哪一块 就是捡蛋 收鸡蛋 收鸡蛋很累吗 高空鸡 还是 那您这现在是要干嘛 那我跟你一块进去看看 听说收鸡蛋居然是鸡舍里最累的活 记者可不相信一定要亲自尝试一下 一路将车推到最里边 还没开工 扑面而来的气味就已经将记者熏饱了 进来的时候还好 为什么到这边觉得这个味就特冲啊 要不就就踩炸不大 分子都不太多了 我觉得进来还好 这会儿这一会儿就挺别大哈 这就开始收了 开始收 这鸡还在上面握着呢 这就这样 一朝它就起来了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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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 就起来了 这摆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啊 有这个脚钮 这个大腿在上面 就被这么一个小腿在下面 为什么要大腿朝上啊 就把小腿接着时候 就把小腿出费来 你把它弄好地 就把小腿叶死了 哦 这都又加钮 这都有一块鞋子 有一块鞋子 有一块鞋子 都把它刷上去 好 你这个鞋头朝下是吧 啊 鞋头朝下 收鸡蛋也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并不像记者想象中那么简单 眼前这位大姐还告诉我们 鸡每天一到下蛋的时候 就会自动进入鸡窝铲蛋 而鸡铲下的蛋要及时捡起来 否则就可能被踩碎 弄脏鸡舍并造成浪费 为了及时捡起鸡蛋 工人们每天很早就要起来工作 那七点就看四天 七点就看四天 啊 早上点几次了 点四次 下午呢 下午三十三次 等于说一天在这个鸡车里 要拿回跑鸡汤 要吃饭 哦 这平时工人好找不好找 好找 不好找 好找 这盘子也不厉害了 但我觉得这个全球还挺好玩的 虽然大姐倒出了收鸡蛋的辛苦 但是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 记者依旧感到无比鲜浅 兴致勃勃地动起手 小心翼翼地将鸡蛋按要求码放好 记者忙得无意乐乎 突然 记者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他不会啄我吧 大姐果然景眼丰富 手法娴熟 在她的指导下 记者也逐渐掌握了收鸡蛋料理 工作的速度也渐渐快了起来 终于记者的第一盘鸡蛋收好了 不容易啊 终于是捡满了一盘蛋了哈 然后我刚开始点的时候 然后觉得很兴奋 因为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 但是点了一会儿呢 真是挺累的 然后这一盘蛋重量也不轻 而且你点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总看他一个小鸡蛋就磋碎了 所以这的确不是一个轻轻的活 体会到了工人们的辛苦 记者不禁感叹 生活中的一切皆来之不易 平日里大家看起来十分容易的工作 实际做起来却辛苦万分 鸡舍里一片忙碌的景象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的收取鸡蛋 而欢快的种鸡则在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愉快的玩耍着 终于一整烫鸡蛋收完了 咱这一烫算是收完了是吧 在哪儿 收完了 我现在的感觉 就是这个手 已经不停喜欢了 其实咱们用了多少时间 40分钟 40分钟 咱们住的人用了40分钟 这收了多少盘蛋呀 一千一万 这一烫就一千多多大 你们平时有这种胳膊疼腰疼的这种感觉吗 鸡舍收鸡蛋 看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那么有没有一项发明能够减轻劳动力 使收集鸡蛋的工作变得简单轻松呢 发明人张学亮 发明项目自动鸡蛋箱 生于60年代初的张学亮 在养鸡这个行当里 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 张学亮的起步阶段无比艰难 然而执着肯吃苦的他 坚持要把这项事业做下去 即使面临着四处借资料的困境 也毫不退缩 正是这份坚定 让他在行业内一步步站稳脚跟 并且鸡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就在这一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我现在有几时大概就是日式流动 日式流动用毫度认 就是前年开始 现在认就很难糟了 就是思想要很难糟 水素也大 年龄结构也大 然后体力也不行 接着是我们这个工作量最大的 然后的话就是说 我们也尝试着 包括说去参观国外的一些设备 我们也去开个毕业价值 这样用国外设备 我们就提高效率的方法 但是最后的话我们砍了砍 然后有很多人家都没有用耗 算我就是梦生一个眼睛 是不是在能自己 就是做这个鸡动拆带箱 能不能把这个 连动的抢路降严了 有了发明自动鸡蛋箱的想法后 张学亮就开始动手画图 不分日夜的忙活起来 但是两鸡合作设备是两码事 它能做得成吗 就连家中的妻子 此时也对她 表示了怀疑 周围一片质疑的声音 但是这却更激起了张学亮的斗志 更让她坚定了信心 即使没有上过学 她也一定要把鸡蛋箱做出来 解决行业内这个大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花了两年多时间 张学亮的自动鸡蛋箱 制作完成了 张学亮发明的自动鸡蛋箱 由箱体和传送带两部分组成 它模拟真实的鸡设环境来设计箱体 使鸡消除陌生感 能够顺利入箱铲蛋 即下蛋之后开启机器 鸡蛋就会顺着倾斜的草垫滚落到传送带上 再通过蛋道传送到末端的托盘里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人工收蛋的辛苦 宝贞 你好 怎么样 这设备做好了吗 这就算好了 差不多了 我看着它就跟咱们那个粉红的鸡蛋 有点相似 是那个意思 就是在掺蛋的时候 鸡蛋到上面就会自动固扔到这个蛋道上 剪出来的鸡蛋 通过这个输送带输送到这个平台上 那你觉得它这个能代替人工收蛋的这个效果吗 我认为应该能 咱们先做个测试 行啊 再先弄点鸡蛋 先试试看 先试试看它好不好 好 一番调试后 张学亮取来几盘鸡蛋 测试开始 一个个圆滚滚的鸡蛋被张学亮扔上草垫后 又迅速的滚落在传送带上 被送到装蛋的平台上 记者则迅速的将传送来的鸡蛋 一一剪下去 就是剪了 对的 其实把它剪掉 张学亮不停的将鸡蛋往草垫上放 记者就要不停的把传来的鸡蛋剪下去 一个刚剪下去 好几个就送过来 鸡蛋传来的速度太快了 记者开始有些招架不住 老大 这边不行了 这鸡蛋太多了 我剪不过来了 那儿了 有个调节鸡蛋牛 你把它调满一点呗 这儿有一个圈牛 可以是变换速度的 这样牛慢了 如果鸡蛋多的时候 就再慢点 要不然我剪不过来 感觉最到这儿容易胖是吧 对对对 就根据自己剪干的速度可以调节 对 那我给你来 我带你试试 谢谢 好嘞 速度一慢下来 记者收鸡蛋便感到轻松不少 这台机器果然如张学亮所说 能够将鸡蛋迅速收集起来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老张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 差不多 嗯 那咱呢 这只是一个模拟的验证啊 对 咱们到实际的鸡舍里 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箱子应该差不多 应该性 应该行啊 对 那咱们去试试 好 为了尽快在鸡舍进行实际的测试 张学亮立即开始准备 他告诉记者 测试准备需要分成两个步骤 由于鸡舍面积较大 鸡蛋箱需要一百多套 所以准备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所需的鸡蛋箱 全部安装在移动鸡舍里 另外 鸡群对于陌生的鸡蛋环境 需要一段时间去示意 所以张学亮还要花费两周左右的时间 对鸡进行一个培训 让它们充分熟悉鸡蛋箱 能够主动进香产蛋 果然一栋栋新房子搬进来 让鸡群感到十分陌生 它们纷纷围过来 看着鸡蛋箱 眼神里充满好奇和疑惑 这些小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呢 鸡群中有些胆子大的 首先进去体验一番 鸡群队伍庞大 如何能让所有的鸡 都在两周内熟悉鸡蛋箱呢 张学亮自有办法 扫帚来了 鸡群惊慌失措 纷纷扑通着翅膀 抛向两边 鸡舍里乱成一片 白灰扫到了几圈 鸡群被赶在 日处逃窜 然而张学亮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发现 扫帚一来 鸡群只是陷入恐慌 并没有理解它的意图 带到扫帚一过 鸡群就又纷纷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而鸡蛋箱里 空空如也 连一开始进去的鸡都被吓了出来 无奈之下 张学亮使出了自己的学招 只见他将鸡一只一只捉入鸡蛋箱中 这个办法终于奏效 被捉入乡内的鸡纷纷安静 并主动熟悉着周围的环境 看样子 张学亮设计的这个鸡蛋箱 还确实比较符合鸡群的口味 就这样 在与张学亮的鸡蛋箱和平共处了两周之后 鸡群基本上适应了新环境 这天记者又一次找到了张学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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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多月装好了吧 把它要装起来 还要训练鸡 所以好大事 我看是 这个是装在墙的两边是吧 对 因为这个鸡的话比较习惯 人家的地方 这个墙边是 就是说相对人家的地方 咱们这一栋鸡舌大概有多长 八十多米 我不敢拿那个唱的鸡的实验 我就实验一个 比如说箱里转一遍了 这个八十二米唱的鸡舌 哦 你为什么不敢用长的呀 对你这个东西没信心啊 这个东西因为 不是没有信心 只要这个东西失验了 我们一定要实验撑住 咱们这个大的鸡舌装 那咱们实际上 尝试看 可以啊 一会儿我来几个朋友 他们也都是一样集的 然后咱们也有用箱的 我过来以后 让他再一块看看 哦 让它来是不是 对 也是看看效果是吧 对 我如果这个效果除了好了 我们养他们也用它这个东西 让我们同行都用这个东西啊 没想到张学亮还挺有自己的想法 他要借这个机会 让业内的朋友都能了解他的鸡蛋箱 既做了测试又做了宣传 业内的朋友们一听说养鸡的老张有了新发明 都感到十分好奇 于是纷纷跟随张学亮来到鸡舍 打算一看究竟 走在第一个的是郭老板 他祖祖辈辈都以养鸡为生 是业内公认的养鸡大户 资历也最为深厚 张学亮悄悄告诉记者 他最希望的就是得到郭老板的认可 看到张学亮发明的新玩意儿 大家左摸摸又看看 既兴奋又觉得难以置信 那么对于张学亮的自动鸡蛋箱 大家会说些什么呢 之前您见过这个鸡蛋箱吗 没有 你们几个鸡蛋箱怎么收 我都能用这个鸡蛋的鸡蛋 这个鸡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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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希望它可以减轻劳力 另一方面 对于这个新事物又不敢轻信 实践出真知 鸡蛋箱到底行不行 测试结束 离间分晓 张学亮一边轻松的剪鸡蛋 一边给大家讲解着自己的机器 我可以这么慢 如果踩快了又不行 能跳松啊 如果踩快了又可以慢点 很快一盘鸡蛋就收集成功了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 不停地向张学亮问这问那 一个机器里面能生两个 应该能 反正我想的话 肯定是一动机器 有一个人就应该能把这个实度拉成 可待率高吗 不高 你看这速度都可以跳着 一切顺利 自动鸡蛋箱果然将鸡蛋一个个 软满地送到了张学亮的手里 大家在旁边看着 也纷纷点头 暗自称赞 没过多久 鸡蛋就全部收完了 这就已经转了头了 已经没了鸡蛋了 基本上就没了 这就那一段一段就回来了 关了头还得慢点 对 把速度加下来 不要再回来 懂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大老师通过片子我们了解到 张学亮发明的自动鸡蛋机 可以代替人手工 收鸡蛋的效果也非常好 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原理是什么吗 它其实主要的原理 是可以分成两部分来看 第一部分 它是一个鸡的窝 它会沿着鸡舍的墙壁 然后给鸡搭成小房子 然后这种 它可以给鸡一种比较私密的空间 给鸡一个安全感 所以鸡比较愿意去里面下蛋 这样就减少了在其他地方鸡蛋的减食的工作 因为它都比较集中 然后第二个部分 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鸡蛋的收集和传输的一个系统 就是像它一开始的是从鸡窝的底部 它是一个倾斜的斜面 这样鸡蛋落在上面 它就自己会朝一个方向滚 统一都会滚到的一个传送带上 这样传送带只要一运行 这样这一排好多鸡蛋就被收在一起了 这样也是大大减少了人工的成本 原来是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接下来还会发生怎样的现象 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虽然刚才的测试成功了 但是大家还是停留在鸡舍 不肯离去 似乎还有什么疑问 现在是要干嘛呀 刚才那个笑容已经看了吗 我就是像在鸡窝里边的这个 无碍带情况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 鸡窝相当这个 中央了一个坏截 还是这个无碍带的情况 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无碍带也很重要吗 真的要干什么 原来能够顺利收集鸡蛋 只是平盘鸡蛋箱成功的标准之一 更重要的是 鸡蛋箱是否存在窝外蛋的问题 如果窝外蛋过多 那么就需要人工再次收集 这样不仅没有减少人力 还会给鸡蛋造成浪费 然而让张学亮心寒的是 郭老板第一个就发现了问题 没有想到地上的蛋 一个接着一个 根本不用费力去找 张学亮心里无比忐忑 每捡上来一个蛋 都让他心惊肉跳 一看这个无碍带这么高 当时他心情不叫咋说了 我说一 他多接一个无碍带 我心里就坑瞪一下 非常难受 我说一 这个事还是我们这个东西不成功 无碍带一盘接一盘 大家看到这种情况 有大失所望 这无碍带看起来还不少 这无碍带多 都加一盘多了 无碍带都张开 无碍带开了 有这无碍带 看得多了 看得多了 老张 这是刚才收回来的窝外的吗 对啊 这个大概有多少个呀 60个吧 没有60个 数一下数一下 这一盘是多少个 那是16 123456 123456 123456 这一盘是36枚 这一盘是36枚 这是24 36加24 58 36加24 64不是64 60枚 这一盘是多少 这一盘是多少 这一盘是你刚才用机器收的 那对 对对对对 你数一下看这边是多少 这个是 那这个是肯定多一点 这一盘是18 18 360 134 56 那这五盘 五盘是180 嗯 180的话 那是 180 然后有60 有点高 像咱们平时 比如说可接受的范围是多少 100没大 一盘是 我没见试吧 三两妹 三两妹 两妹 三妹 二三妹 三妹 这这个介绍不了 这个等于100没就有12三没在外面 这个介绍不了 特关于一看的任务大力收 这个你几十分了任务 这个有没有 四间一张都急一拆 胆一破 他看 刀在这 一看 这个屋外的都刀一看 就是说他跟那个什么鸡粪啊什么的就粘到一块了 对对 脏了以后对他也不利是吧 印象富华的 我外蛋因为弄脏和损坏而影响了孵化率 等同于被浪费掉了 紧接着 大家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以外来说 一座中等标准的养鸡场起码要有鸡舍十栋左右 而每栋鸡舍每天要进行收种鸡蛋五次以上 也就是说一座养鸡场每天至少要进行收种鸡蛋的工作五十次 而张学亮的机器工作一次就要损失六十枚种鸡蛋 这样算下来 一座养鸡场每天总共要损失种鸡蛋三千枚 目前的市场价格 总鸡蛋约三块钱一枚 那么养鸡场就会因为使用了张学亮的机器 而每天损失金钱九千块 虽然二十几年的积累 让张学亮在总机行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但是要投入一个新的方向 需要财力和精力的双重投入 第一次尝试的失败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仅浪费了十几万块钱 还在郭老板面前丢尽了脸 他不想放弃 决定要把这个发明做下去 而家人对他的行为十分的不理解 对于张学亮的执迷不悟 妻子感到的不仅是愤怒 更有一种深深的无奈 感觉就什么样子给生起 这变弄啊 这变弄啊 这叶叫这回不成故意肥炎那些事儿来以后 两天能多钱 吓老板 变弄啊 因着重重压力 张学亮还是没有放弃 他来到传统机社 对传统机窝进行了仔细的观察 他发现传统机窝 是由一个个小格子组成蛋 机在里边产蛋的 私密性更强也更加舒适 而相比之下 他自己的鸡蛋箱内部却十分空旷 张学亮广然大悟 原来产生窝外蛋的原因就在这里 接着他对自己的鸡蛋箱进行了改进 为了解决窝外蛋的问题 张学亮效仿传统机窝 在第二代鸡蛋箱的箱体内设计了更多的隔断 以此来增加鸡产蛋的私密性 让鸡更容易产生安全感 从而主动进入箱内产蛋 另外第二代鸡蛋箱 在接收鸡蛋的装置上 还用了一体式更为平稳的弧形设计 减少了鸡蛋产生碰撞的几率 那是空泡看看 这个是这样 出来了 对 这个鸡蛋很坏虫啊 你看 很缓满 这个很温 基本上没有它碰撞 加这样一个角度是什么意思的 这个角度不就是从这个 把它干到这个袋下边 起这个作用 然后这下边又有一个孔节 然后脏东西 包括鸡粉会从这个地方下去 你看这个东西放这儿 你看 也不知道他到这个真实的鸡舍环境里会怎么样 应该没问题的 我感觉 上一次那个 郭老板不过来看了吗 最后我想给他装一种 我想给他试试 他给自己的鸡舍装 给别人的鸡舍装一种 对啊 大家他们的顾虑啊 这个东西 我如果能好了 我们要 像我们同好都用这个东西 张学亮知道 一郭老板在行业内的地位 只要他能够认可 自己的鸡蛋箱 那么其他同行就不会再有任何的顾虑 因此他必须去找郭老板 让他看一看 自己改进后的鸡蛋箱的效果 那你觉得人家会接受你这个东西吗 试试看吧 看看他相信不相信 我看到我这次成功这个实验 我想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带着忐忑的心情 张学亮来到了郭老板的办公室 这次我做了很多改进 我讲你开到那个小锅了 肯定要比那个要好 哼哼 哼哼 那要是这样这还有可能中 好好好 费尽口舌 郭老板终于同意 和自己的机设 装上张学亮的机器进行测试 经过几周的适应期 一切准备就去 二人一起来看鸡蛋箱 改进后的效果 这次测试 张学亮的心情比上一次更加紧张 因为给机设安装一百多台鸡蛋箱 让它又花费了十几万块钱 并且如果测试中依旧出现大量的窝外袋 那么全部损失要由张学亮一人承担 而对于张学亮来说 更为严重的是 这一次一旦失败 他就会彻底失去郭老板的信任 也就不会有同行 愿意安装他的机器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想过他就可以 那就是说您对老张这东西认可吗 新疆在这里喝吧 喝一会儿来看点屋外袋 上次就是那个屋外袋太多了 对 果然上一次窝外袋的问题 让郭老板耿耿于怀 那么这次鸡蛋箱能否避免这个问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一路走下来窝外袋寥寥无几 看来开进后的自动鸡蛋箱 果然已经解决了窝外袋的问题 怎么样 这个窝外袋还有吗 还有 总共有这么几个 总共有五个袋 是 你记得上次咱们是有多少枝来着 那是包 那是枝 对 你是这个相同反应吗 我们的自动差不多 那就是认可老张的这个东西了 实际上认可 得到了郭老板的认可 张学亮兴奋不已 回到办公室就一刻不停地计划起 鸡蛋箱的推广工作来 然而郭老板的一个电话 将这一切计划都打乱了 挂断电话后 张学亮急匆匆地出门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如此慌张 原来郭老板发现 自动鸡蛋箱收的鸡蛋中 有大量的暗纹蛋出现 张学亮赶忙将鸡蛋逐个检查 果然鸡蛋表面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裂纹 郭老板告诉我们 暗纹蛋不仅不能够付出小鸡 并且会用感染细菌而无法出售 最后郭老板给张学亮算了一笔账 张老张 我跟你算了一笔账 这是一动机制的 就喝到包红之五 包红之五 就一动机制就每天要收 日不来美 日不来美你算要收五动机制的 一天就一千多美 就跟现在市场行情算 因为东西都三块 你算我一天凶事多了 你这回事你敢插头插头 你不要钱我也不敢了 免费也不要了 死也还不跟你死啊 啊 这都不老张 不跟你说了啊 张学亮又一次失败了 被郭老板赶出了办公室 十几万又打了水漂 不仅如此 他还要将损失的鸡蛋 照价赔偿 巨大的打击 让张学亮感到不知所措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更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说不忠万 你飞着忙下弄 你瞧瞧 这又不成功吗 这是因为又浪费也行 别弄我把这炸一的 这飞着一直忙下弄 别管这事不管 你也是 这炸一的关心到这家的时候 这炸不管我那事别别了 在妻子眼里 张学亮就是着了魔 无可救药了 就不回家 就没回过家 在炸那里睡 到饭的时候 他就叫着 叫着去吃饭 要不他就 连饭也不知道 去吃了 觉得有心那么多 说实话 有心那么多 因为我小令子 觉得胖在这 买胖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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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一会 如飞发的这么多 很多原因 妻子还是吃这 而张学亮 他一声不吭地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其实 看着机器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二十年与妻子 共同攒下的辛苦钱 瞬间化为乌有 张学亮的压力 比谁都大 但是在他眼里 自动鸡蛋箱 能够为养殖户 减轻劳动压力 这件事 所具有的意义 是无限大的 因此 他一定要将自己的机器 进行到底 终于 张学亮的第三代 自动鸡蛋箱 改进完成了 张学亮改进后的 第三代 自动鸡蛋箱 在弹道连接草垫的部分 增加了一个小缓拖 以此来减轻 鸡蛋滑落时 所产生的碰撞 另外 他将弹道拓宽 并在弹道上 设计了一排小帘子 这样就能使鸡蛋 在滑落和传送的过程中 运行的更加平稳 有利于减少 暗纹蛋的出现 张学亮找来了 一百枚鸡蛋 准备实际测试一下 启动机器 鸡蛋又一次 迅速平稳地 传送过来 那么 改进后的机器 效果究竟如何呢 这一百枚鸡蛋里 还会出现 暗纹蛋吗 测试结束 张学亮将鸡蛋 逐个仔细检查 丝毫不敢马虎 检查接近尾声 记者却突然发现了问题 老张 这个应该是暗纹蛋吧 对 这个就是暗纹蛋 你看 你看到这个 那说明还有啊 不过如果说 有这个的话 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东西 肯定不会 绝对的不会有 一个破甩没有 是不可能的 这个盖率是很低了 怎么样 检查完了吗 完了 完了 就发现了一个 有可能是你刚才 刚才没有 没有 没有 也有可能是碰了 也有可能是碰了 对 那这个 反正是比咱们之前 那个效果要好很多 对 要一切的话 三次 胡老板的那一部 大概是 八分之五 现在这个有一个 我想的话 这次胡老板应该 不会有什么问题 大老师 这次我们看到 张学亮的这个机器 没有出现暗纹蛋的情况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是这样的 它在这个结构上 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但是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简单的装置演示 一开始呢 我这个绿颜色 是代表这个鸡舍的地面 就是绿颜色的小矮草 这样能减少这个鸡下蛋 落在上面的这个摔坏的几率 然后它是倾斜的 然后它能自动滑到这个传送带上 然后收集到一些 但是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斜坡 掉到这个传送带的时候 这个高度稍微有点高 所以呢 它会是比较硬的一个碰住 咱们可以感觉一下 如果鸡下完蛋 它一松 它会撞一下 然后所以这种呢 在不经意间就造成了这种 暗闻蛋的这个几率的增加 但是后来呢 它把这个地方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 使得呢 这个传送带和这个鸡舍的地面 这个间隔 减小了 所以它这个鸡蛋就会比较轻柔的落在上面 像这样 这个基本 这个基本就没有什么这个硬碰的感觉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如果它从这个鸡舍地面 滚到这个传送带上 实际上它还会和这个传送带的边缘有一个碰触 所以如果它这个传送带的距离比较窄 它就会和这个边缘碰触的比较厉害 也会造成暗闻蛋 所以呢 就是如果把这个传送带放宽一点 还有这个高度降低一点 整体就会减少这个暗闻蛋产生的几率 那么张学亮的这台机器 最后能得到老郭的认可吗 我们最后再继续一下 张学亮说 他一定得再给哥老板装一栋试一试 一方面 他的机器确实需要郭老板的认可 另一方面 他知道自己上一代的机器 给郭老板带来许多麻烦 他希望能解决掉之前的问题将功不过 但是他也清楚 这一次说服郭老板的难度很大 在这儿忘了呀 忘了 就了呀 让他给你说的弄拆弹箱的事 这次上一会给你弄那个拆弹箱有点问题 我这辆拆弹箱要好好弄了弄 然后有很多东西做了改进 现在能把这个破袋流的这个问题去解决掉 我想的话 我能不能带给你带装一栋试 带让你试试 前面的干风带 一看没过 整理好啊 你还想带给我装啊 那是中国人啊 我好几天都没有水桌脚 我天天在那儿做过这个事 我想的话你这个东西你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软磨硬泡了半个多小时 郭老板终于被打动了 先免费弹给你装一栋 原来那个如果说这个死业了没有问题了 原来那个我给你想办法把它全部更新到这些弹 保证这个问题给你解决掉 再试试 装 郭老板免为其难的答应了 二元约定 一个月后对第三代鸡蛋箱进行测试 为了更好的验证鸡蛋箱的效果 郭老板准备了两栋鸡舍 并找来了四名饲养员 让机器与人工进行一次真正的对决 怎么样 咱们今天一个传统的一个机器的两栋鸡舍都准备好了吧 好嘞 好了 我看咱们也都站好了严正一带了 我先问郭总这边 您这边是什么情况 四个都是这个老师娘员 简单高手 简单高手 您这边呢 我这边就一个人 事单力活呀 只有一个小姑娘 对 你简过的吗 没有 没有啊 新手啊 对 你怎么感到新手 然后和郭总的四个简单高手来对比呢 因为我对屋鸡舍这个机器非常有信心的 郭总这边呢 真的应该 为什么 那是你多呀 您是从事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四五年了吧 四五年了 您呢 我也五六年了 五六年了 那你们觉得你们能赢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行那咱们就各自进各自的战队 然后最终结果 看到底是谁笑到最后 行 好那咱们现在开始 好 好 记者一声令驾 双方各自进入战场 开始调试准备 这次比赛 以半小时为限 比赛结束后 效率高 且质量好的一边获胜 怎么样 机队的小姑娘一刻也不敢耽误 迅速地开始了工作 因为是第一次操作 她明显有些手忙脚乱 碍于比赛规则 张学亮只能站在一旁 不停地对她进行指导 张学亮告诉记者 正常收一栋机设 需要四个人 而这次参与比赛的 是四位经验丰富的老饲养员 彼此配合默契 因此 他虽然对自己的机器坚信不移 但是依旧感到压力很大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小姑娘收鸡蛋的技术 也越来越娴熟 一楼鸡蛋收好了 另一楼马上开始 人工队那边的情况如何呢 我们看到 几位饲养员都争分夺秒的 收取鸡蛋 忙得不可开交 怎么样老婆 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快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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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没了 他也正在收 现在大概收了多少没啊 快点啊 这块 这块三个六 三个六应该是错日了 七万二十没了 我看现在是二十一分钟了 还有九分钟的时间 但是这个最终的结果 你觉得会与谁有的 到说了还不就多 到说了还不就 郭老板信心十足 那么忙碌了二十多分钟的饲养员们 此时感受如何呢 怎么样 觉得咱们这边速度怎么样 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累吗 现在二十多分钟了 有点累了 有点累 我们从几位饲养员的脸上 看到了疲惫 而郭老板也没闲着 他忙着四处指挥 甚至忍不住动手 帮起忙来 看到这种严重违反比赛规则的行为 记者赶忙上前阻止 你说的是四个人 你也得帮忙啊 人工队忙得热火朝天 那么机器队这会儿干得怎么样了呢 老张 这边情况怎么样了 这么分号已经见过一秒了 前面已经开始见这么样了 前面一边了 对对对 我刚才从那边过来 人家那边已经显得很多了 是吗 不小心 没事 很有信心 我们很快就见完了 比赛接近尾声 双方都进行站 最后的冲刺 好了时间到 大家都停下来了 比赛结束 饲养员们纷纷将手上的鸡蛋交到车上 那么这次的比赛结果如何呢 谁会是今天的赢家呢 怎么样 咱们这边总共捡了多少楼啊 六楼 六楼 半个小时六楼蛋 大概是多少枚 六楼 三楼 三楼 一千零八十枚 一千零八十枚的 这边是什么呀 这边是什么的 这边是这个烹料的 也有破的 行 咱们这边是一千零八十枚是吧 对 那咱们到那边看看 看看他们简单的 好 接着我们来到了张学亮的鸡舍 张学亮迅速地计算了一下 一千二百六 一千二百六 路边是一千零八十 一千零八十 那就多出了将近二百枚蛋 对 对 对 这三楼 还有一点啊 一百六 这是三十六 一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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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零八十 那就是多出了二百多枚 二十多枚 那咱们是这样 只看到了这个效率高了 咱们拿到外面 跟他比比质量去 好吧 效率上张学亮略胜一筹 那么在质量上 谁能赢呢 很快 双方的战果都被搬了出来 这边是人工对检的 对吧 这边是机器对检的 从数量上是咱们这边多了一框啊 但质量咱还没看呢 咱们人工对这边 还有这个机器对这边 互相看一下 质量有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仔细地检查着对手的鸡蛋 生怕有丝毫的遗漏 这一次 郭老板与张学亮都亲自出马了 努力想找到对方的破绽 这边还看得挺细的 我前几个眼味点 上次的问题就是暗闻蛋是吧 对对对 这次只要盯他这个问题 对对 把这放好 把这放好 怎么样 这边检查的怎么样 它就痛 它这里边有点眼味在 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把它撒出来 我看有点眼味的和那个活蛋 看样子暗闻蛋还是双方检查的重点 那么一番细致的检查之后 郭老板会对张学亮的成绩 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破绽度高不高 远远点都不弱 主要像这里 检查这里 他现在还是不少得了 几乎没有检查 几乎没有啊 这次你满意吗 对他这个小伙伴 对这个小伙伴算是满意 我看你也是带起了一个一个人 相当于五个人 相当于五个人 就这干头都腰疼啊 这个真不行 这干这个 哎呀太累了 咱们人工这边呢 确实有点累啊 累得腰疼 那你说是你们赢了还是他们赢了 那还是他们赢了 那你觉得是人工简单好 还是用机器简单好 还是机器效率高 机量好 那比原来能生啥人工 比那会强多了 再给你 再装机动 那装机动啊 那这个我就比较满意 原来如果第一次带着呢 你先换钱了 我会免费的给你把这 那个叫做的全部给你更新到 这个第三代这个 好 你再把第三代给换了 气儿一会儿不少就会给你 好好好 好 谢谢 终于得到了郭老板的认可 他的妻子 也感到无比欣慰 建议我只有几年了 两年多了 我感觉又 从开始做某种事 到现在的成功了以后 浮出来有很多 确实是 因为他开心 成功了 因为他清醒 张学亮发明的自动机弹箱 由箱体和传送袋 两部分组成 不仅能够节省人工 并且能够保质保量 完成任务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自动肉肌 肉种肌自动机弹箱呢 可以说呢 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 那个原来的都手工减弹 手工减弹的话呢 劳动力成本比较大 第二个解决的呢 就是原来的 现在国外的一些自动机弹箱呢 它是在这个机舍的中间 这个有什么不好处呢 它这个中间这个地方呢 一般的是机 活动的场所 活动场所 这个地方的光线呢 也比较强 它把这个彩弹箱呢 搁到这个 机舍的两边 这个地方呢 一般的光线比较暗 机彩弹的时候呢 它都愿意切了边 因为这个边上呢 它觉得安全 所以解决了这么两个问题 好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期 我来发明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现在 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 登陆我们的观光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在这里再次感谢 华老师光丽眼博士 进行精彩的点评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这一期的 我爱发明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教频道 收看稍后其他的精彩节目 再见 他的样子是一艘快艇 却安了三个轮子 这究竟是船还是车 不借助外力就来登陆 他到底能不能成功 水上标速比赛 惊险刺激 大海救援 还有大显身手 进行收看外发明 快艇登陆